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好 我是名讲居士 今天又在线上跟各位服务了 今天我要解析的是 有位朋友写信来 特别强调 他的名字里面中间有个文字 问我是不是有很大的问题 我是觉得朋友听到我的节目以后 都有很多想法 其实文分的中间不见得是坏事 不见得不能用 而且他这个文还加上一个王字旁 解析上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听我慢慢到来 我先来讲这位朋友 是一个女性朋友 她的名字叫王之敏 是七十八年次的 也就是属蛇的了 是己四年 今年三十二岁 为什么我先用之女来开始 这是她原先最早户口上的名字 后来是因为经过一些波折以后 她要改名字 改完以后又不顺利又改一个名字 那我先讲她第一个名字 第一个名字 就是确实 光是次女 这个字我们经常都不用 我们宁愿用她长女 不要用次女 表示你不要一开始就 书人一等的意思 是次这个字 不管她好与坏 我们就已经觉得她已经受委屈了 因为她的第二个是代表心性 她的心性老是觉得差人一等 那这样的话不公平 所以也不好 第三个字 第三个字的文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门可能很好 蛇在门等于是一个客户的地方 可是在阴边 这个位置在阴边 就等于是两只脚一岔开 所有福德没有了 所以从小她应该是身体不会很好 在过程中她的情路也不好走 结果也不好 而且财路又没有 财福坚持 应该是多欠缺 全部都不够 所以我就讲她第一个名字 就已经有这么大的问题 后来她改一个名字 叫品元 这个名字 对蛇来讲非常好 非常好 她唯一不好是什么 也是在不阴不阳的地方 有个两脚插开的味道 这个是在不阴不阳是代表合约 也就是说如果她结婚了 要好好地经营他们的婚姻关系 跟先生之间不能为了一个小事而起摩擦 否则很可能合约就会破局 这是第二个名字 其实第二个名字不错 待会来探讨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她先生属鸡的 属鸡的很不喜欢一个口 两个口三个口四个口 哇塞不得了 诗诚无度啊 早也提晚也提半夜还提 所以她们这个名字用下去 如果说她在结婚的阶段 是用这个名字的话 夫妻之间绝对炒不完了 而且结果也破掉 所以品语源本来是很好 可是她也改掉了 那什么原因我们现在不探讨的 现在讲第三个名字叫文齐 其实这个文可以用 为什么呢 蛇可以出头 只不过在不阴不阳的地方 两脚岔开 表示她还没有信心 她做任何事情 她犹豫过多 考虑过多 所以信心不够 真正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第三个字 第三个字的三点属水 蛇属火 水火正冲 所以第二次改革的名字 非常糟 非常糟 让她的 原先的名字还不 第二个名字还不错的情况 又一下子变成 她的福德把它破掉了 所以 财福欠缺了 现在呢 就讲她先生 她先生叫 吴永龙 属鸡的 是 心有缘的鸡 先生对 她这个名字啊 就是说 文齐这个名字来讲 文齐这个名字来讲 还可以用 如果说她本人用文齐这个字的话 这一家的财库就破掉了 所以 也让她的 文齐这个字 让她的排便系统 然后 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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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 舒朗管 这些 身体的下半部啊 问题都出来了 所以 这个名字用起来 我是觉得 还不能回到 品源 当然 因为 对鸡来讲 品源 是不足 是不好 可是 毕竟 对她个人来讲 是非常好 二选一的情况下 我宁愿她 用第二个名字 不要用第三个名字 所以 可是 我们来探讨 她先生 她先生的名字 用起来其实都不错 先生的名字 其实 算是一个 很有魄力 反正是很热心 金生水 很热心一个人 西伊逢一口 她有老板的格局 反正她先生的名字 对她本身来讲 不能说 有 有什么 很大的成就 可是已经不 算是一个 还不错的名字 自己创业都不是问题 可是今天 可惜了 她又 用成文旗的话 她赚的钱 入不了库 入不了库 那 那白忙 等于这个家庭 劳碌有份 想要家里面 还能够很富裕 没有 可是她有个好处是什么 她可以买不动产 所以有钱财赚来的钱 投资在 在不动产上面 她的不动产不错 可以有 可以 意思是说 你赚的钱不要 不要说是 放那边 存利息 一笔钱之后 分几个账户 每一个账户 存一点钱 等她存的差不多 把所有的钱 集中起来 购买房子 这就是她的理财之道 然后呢 因为 既然改了那么多名字 要她再改 可能 你现在问题蛮大的 因为我记得 台湾好像给 民众的机会是两次 现在也没有开放不知道 不过当然 我假设这样讲了 我愿意去改的话 再改一改好了 好吧 好 那我今天就 把她里面做这样的解析 谢谢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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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